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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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样的一种战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用空军转轰炸平民不射防城市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城市更著名的是 比加索画了一幅画 当然大家知道比加索是左派受的那种 当时参加了国际宗队 是亲自和海明威 聂鲁达一起拿着枪冲在前线的 为了共和而战斗 但是最后失败了 他画了这幅《格尔尼卡》 然后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幅画 到处是支离破碎的肢体等等等等 这个《格尔尼卡》还有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他 当然大家都知道比加索 后来流亡到法国 由于这个 巨压队法西斯占领以后 他流亡到法国 然后就一生都没有回祖国 就为了表明了自己的信仰的忠诚 他在法国二战期间呢 他还遇见了德国军官 德国军官指这幅画 说这幅画是你弄的吗 然后他向这个军官说 是你弄的 因为是德国人轰炸的 这个 德国人支持了弗朗格的 法伊斯政府轰炸的和尼卡 比加索是一个 私生活在木台啊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 但是确实是一个有信仰 有坚定信仰的一个艺术家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